连结进来之后的那个教学论坛 论坛里面当然我这边有摆了一个连结 你连结进来假设说你是有加入到论坛的话 那我们每一次上课的影片都在这里 所以你上个礼拜的东西 那当然如果你有加入 可是我可能会审核的话 那我看到 比如说尽量 因为我有时候看名字 大家就知道 那如果我有时候看不到 不知道名字 你可以那个要输入一些东西 你告诉我说你是上这门课的某某某 至少让我知道一下 那我就帮你把它核准了 那核准的话呢 你只要连进来 特别注意呢 你一定要需要什么 先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因为这个论坛是Google的论坛 那我的好处就是说 我上完课之后 我就把影片贴到这边 那你只要加入的 除了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列表之外 你也会在你的mail可以收到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学习起来 基本上 就可以有一个延伸性 你当然 我们上个礼拜讲了 也许大部分同学都忘记了 不过没有关系啊 上个礼拜其实 这好处就是说 我每一次上课 一定会留下记录的 那上课内容不外乎 就上个礼拜这个 152题的那个 截取长宽高 那我们主要学习什么 资料剖析功能 资料剖析应该还记得吧 这蛮重要的功能 就是以后如果你是要切 那个外部的资料 包含什么资料库啦 或者是网路啦 云端啦 或者是ERP等等的 反正这个资料量很大 但是它有一个固定的 比如说固定的 这个切割的点 包含是符号 或者是固定的宽度 你就可以用资料剖析 那可是资料剖析这个功能 如果你经常要做这些资料剖析的动作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再配合一个所谓的录制剧析 那怎么样录制剧析 我想你要常做啦 常做你就熟了嘛 因为录完之后 它等于是也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写完之后呢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按下去自动完全就帮你执行完 但是呢 录制完的剧析 它那个程式里面 其实很多地方还是可以再修改的 因为它帮你写完 那我上一边有提过啦 比如说改了两个地方嘛 第一个就是 它按下去会跳出什么 是否是否一直是否 那如果说一直跳 假设你那个一直跳那个 你感觉很不喜欢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关掉 那怎么关 其实你可以透过那个application的那个物件嘛 它有一个属性叫做displace alone 把它等于false就可以了 那一行程式在云端上有了 另外第二个也许是 你将来切割的那个列数 我们再可能第八列 那如果你那个列要增加的话 你可能要把它变活的 那怎么变活的 我想我们前面有讲过啦 就是用那个range 可能哪一个出唇格 end向下侦测 回来哪一列 这个我想上礼拜也有啦 云端上也有 所以其实你就把这个弄手 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之后 以后你要做任何的工作 你会变得非常得心应手啦 其实高手如何成为高手 达人如何成为达人 其实就是在一点一滴的慢慢累积下来 那最后可以很快的把它应用出来 我想就大概是这样子 你说这东西都没有别的诀窍啦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活的 随时你用到你就可以想到 再来就是怎么样 如何增加一个按钮 好VBA按钮 然后关闭我们关闭提示 跟抓最后一列的位置 那再来我们上一礼拜要讲到 那个不重复的资源 不重复资源意思是说 可能呢在一个 一个出唇格里面呢 你怎么知道哪一些是重复 哪一些是不重复的 那不重复的有几个 重复的有几个 那这里当然你不重复的资源 首先也许你要先知道 这里面有几个资源 然后呢一个资源一个资源 把它抓出来之后呢 所以你可能里面会需要用到什么 用Find Find函数熟不熟 第二个的话你可能需要切割 因为你需要切割什么 一个字一个字帮你切割出来 然后呢再来去Count Count是计算总共有几个啦 比如说呢 你可能一个一个去算什么 那这个地方你可能会去牵涉到 因为里面还好是数字跟 那个英文 英文也有大小小写的区别 所以会有三种资料 那也就是说你用这些 先用那个Mid切割完 再去Find一下 找一下 这个在那个 ASCII Code里面 所以可能会还需要用到一个Chart 去算它的那个位置 然后再去总共加总起来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这里面 到底有哪些是 这个这个 总共不重复的到底有几个啦 不过方法 可能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还有更多的方法 那这是上个礼拜最后讲到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把上礼拜东西再复习一下 在云南白板里面 其实也都有放 好 问题00里面 那你就找文字与资料函数 把它按照名称排序好了 好 文字 那你就找到那个153 这个 理论上呢 我这上面会放一个是练习档 另外一个是答案档 好 OK 你看那个题目档 这一键 答案档就是一个文件 你就把这个文件打开来 上个礼拜的东西 就可以看到 那上个礼拜最后我们是有讲到函数的解法 但是还没讲到VBA的解法 不过VBA的解法 其实难度又更高一些些 那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个 你可能需要预先知道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因为呢 在储存格里面刚好只有数字 英文大写 英文小写 它还没有中文 所以中文暂时先不用理会 但后面还会在 因为上礼拜马上有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中文怎么办 那如果中文我们额外再用别的范例来解说好了 那这里的话呢 当然哦 如果数字 你会玩数字的ASCII code 这个是内码表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前面这一栏 它指的是在你的电脑内码的位置 不用想太复杂 因为这个东西美国人设计了 它反正刚开始一定要哪一个按键 一键盘的按键 对应到电脑里面哪一个内码 那一定要有个规则 这个规则是固定的 那所以呢 你就可能不用特别背 但是你要知道 大概0到9 就是48到57 这有点像是有128个位置 给128个人去做 你就做那个位置 你就固定下来了 然后呢A到Z大写的话 是65到90 小写的A是97到122 那第一个 当然你要先知道这个讯息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计算有几个M 比如说这边里面有几个M 假设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要抓 那第一个你要先知道 在那个 Excel里面的函数 怎么去抓到M M这一个字 其实它里面有个CHAR的函数 你可以用77去抓 77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刚好就是在 ASCII Code内码表里面 就这一个 有没有 它是77 所以你可以利用CHAR 这个函数 CHAR 然后呢 你刮虎给77 它返还给你就是M 这个CHAR其实就是 顾名思义啦 就是帮你取得 内码里面的实际上 它所存放的字元 CHAR就是字元的意思 然后再来的话 底下 那比如说它里面有几个 几个 这个 我们如果要取到AB 大写ABCD的话 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可以CHAR配合ROW 然后再来就寻找M 是不是有存在 因为呢 我要知道说 在这个里面的字 到底有没有M 那我可以用FY FY的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从什么 帮我从第一个字 一直CHXX 查到最后个字 但是特别注意 它查的话呢 会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你要找什么 我要找M 第二个参数是在哪个除成格 在这个除成格里面 那它会帮你从第一个字 查到最后一个字 如果已经查到 比如说第一个字就是 它会Return给你就是1 所以这个回来的结果 就是1 那可是问题是 你要想要知道 如果这个除成格里面 不止一个M的话 那你怎么知道有几个 所以你势必怎么样 逗点后面还有个参数 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那如果你从第一个字找到 你从第二个字开始找的话 它又会帮你找 找到这个字 把它回来比如说 这个是1 2 3 4 5 6 第7 OK 它就告诉你7 然后呢 如果你7再加1的话 从第8个 假设这个是变8的话 那它就会帮你找到 找到最后一个 最后可能是16 那你就知道说 1 2 3 有三个字 那你怎么样把这三个字 Return回来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那上礼拜有提过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fine 上礼拜用那个fine m有几个 然后最后帮我把它加中 不过这个是有没有找到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就是用切的 中间加一个mid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切 那上礼拜可能又多学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正列 这个正列的话呢 是大瓜糊 意思就是说呢 在这里面 总共我希望执行有1到16 因为有16个字 我需要执行16次 这个有点像写一个for回圈 for i 等于1到16 那它就会怎么样 帮你去count 从第一个字 抓到第二个字 然后判断 判断 判断 如果是的话呢 它就帮你把它count count的是 如果是数字 就帮你把它加1 数字加1 所以最后这个结果 就会知道说 总共里面有3个m 那这个我想上个礼拜最后的重点 稍微再把它回顾一下 那另外底下还有一些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延伸了 除了用函数来做之外 怎么样用VBA来做 其实概念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写法稍有不同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稍微把那个上礼拜的东西 再稍微把重点 回顾一下